大家好,我是米哈贝勒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M老师 相信很多同学呢,已经学习了雷老师的A1法语课 掌握了很多实用基础的法语知识 现在我们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 法语A2课程 投身到更为精彩的法语世界中吧 在接下来的A2部分中呢 我们将全面学习日常交流所需的语法知识 通过生动的课文进一步扩充词汇量 学习更多更实用的表达 并且更深入的了解法国的风俗文化 A2部分的学习一共有12个单元构成 每个单元分为引入、语法、情景对话和文化四个环节 其中呢,引入是每个单元的第一节课 通过轻松有趣的话题 带领同学们熟悉本单元的主题 之后是三节语法课 米哈贝勒老师会为大家讲解本课中需要我们掌握的语法知识 接下来呢,会有三到五节不等的情景对话课 我们将跟随几个虚拟人物体验法国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个环节呢,是以对话和故事的形式 串联起本单元所学习的语法和词汇 可以进一步帮助大家巩固前几节课所学的内容 而在最后一节的文化课中 老师将和同学们一起走入真实的法国社会 通过漫画、电影、歌曲、新闻等等有趣的题材 了解法国的方方面面 当然,课堂学习只是语言学习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同学们巩固知识 N老师还会每两个单元带大家上一节小复习 每四个单元上一节大复习 系统的梳理知识 详细分析重点、难点 复习课后还会有一套随堂的测试题 帮助大家检测学习成果 学习中预生困难怎么办? 不用担心 大家可以去讨论区和同学们交流 也可以直接去答疑区提问 我们的助教会及时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另外,互相的各种资源也能助一臂之力 比如上CC Talk听免费的法语公开课 相送之夜听听美妙的歌曲 或者加入法语社团和互友互相鼓励 共同进步 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呢 相信大家通过这样一套精心设计的学习体系 加上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一定能够完成预设的学习目标 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就让我们在下节课迈出AR真诚的第一步吧 请不ら star 还得完成的认识